第一次去看法几个家庭 看法的第一个 带了点东西去给他 结果那个弟兄姐妹呢 又给了我们一些东西 结果我就拿着这个东西呢 去看了第二家 去看了第二家 第二家弟兄姐妹呢 还给了我两罐鲍鱼 我又把这两罐鲍鱼呢 带到第三家去给 哎呀我 我真的是觉得说这个就是 弟兄姐妹的这种爱 爱里边的一个 连结 那我也 很感恩弟兄姐妹呢 他们就像这个 李牧师所说的他们 我们带给他们 我也记得一次 把弟兄姐妹送给我一包 好大包的枣子 哎感恩 感谢主 后边听到说有弟兄姐妹 她身体不是很舒服 还用自己大包枣子 就成了那个弟兄姐妹的祝福 这个我是相信说 这一切呢都是神 把他的爱放在我们 弟兄姐妹的心中 让我们可以在爱中呢 彼此的这样子的 帮助 真的就像圣经所说的 万事互相效率到爱生的人 的益处 跟相信 我们有更多的 活出这样子的爱 我隔壁家是一个犹太人 他礼拜六呢 他们都是安息的 他们都不能倒垃圾 放垃圾出去 我就帮他礼拜六呢 我就帮他把他的垃圾 放出去收回来 结果呢 我们一个星期两次 礼拜三 礼拜三以后呢 都是他来帮我拉出去 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在主里边 这样子的爱 我们愿意付出 就会有回报 在主里边 我们不是要求回报 但是我们的爱 让人看到基督徒的爱 在里边的流动 我最近也特别感恩 我因为牙齿 牙齿不好 我真的是很感恩 这样子的弟兄 一直陪着我 带我去看医生 在那里陪着我 送我回来 我真的是看到 真的是神的爱 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这样子一直的流露